拿掉吧 你不需要这些东西 自信能生万法 你不需要这些东西 拿掉它 俗之不言之辩 不道之道 我心中 没有道德仁义 这种观念 但是呢 我走出来就是一个有道之士 因为什么 因为你本身就是道嘛 本身就是道嘛 道就是你的心 就是你的本心本性 小孩子不用想说 我要学走路 他自然就啊 你不用大人说 你要给我学走路 他自然就会学的了 他自然会走出一条路 就叫道 身体都会找到出路啊 人的心也是一样 不要有一大堆言语 不要有一大堆 言语道 言语道 言语之道 或者言语之非道道 这叫所谓的不言之辩 不道之道 这句话 很简单八个字 但你很难体会的 所以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都刚好相反 我们心中都有一套 观念 不管这套观念 是属于世俗的 还是属于修道的观念 不管是哪一种 都要放下 如果你要用观念 来指导你的人生的话 不是用你的本心 率性之味道 不是用你的本性 而是用观念 那告诉大家 魔的观念 比道的观念 有吸引力多 活成活现 为什么 魔就是靠这些东西出来的 妖言惑众 对不对 就是靠这些东西出来的 佛是要靠言语道端 心中所有的话都消失了 无说无事 离诸问答 没有问题 没有答案 这才可以入不二法门 心形出面 不然我们心都会行到一个地方 就是你言语道 标示的那个地方 你心中的观念告诉你 我要追求什么 我的心就往那边去 你心中的言语不见了 那个言不见了以后 你心就无所行处啊 对不对 就无所住了 所以熟知不言之辩 不道之道 谁能够知道呢 大部分人都是 用言语来为自己辩护 要不然就是 有一套所谓的 已经教条化的 道德规范 他只是教条而已 你也做不到 也没兴趣 勉强自己做很痛苦 道德规范不需要去说 你只要不要有那种 错误的家 我们一般人 一个 一个正确的 所谓的正确的羞耻观 就是要来对抗 所谓错误的 世俗 价值观 那世俗的价值观念 总是比较大声 那是大家共同 道德观念是少数的 世俗的就是所谓追求享受的人生观 这个时代是这样 这个时代是一个追求享受的人生观 来个有吸引力 你要牺牲奉献还是要追求享受 还是要单独享受 但是单独享受比较有吸引力 若有能知啊 此之为天福 如果你能够知道 不到之道 不言之辩 这就叫天福 天国 你就发现 眼前就是大动 通天大动 就已经在天国了 我们迷失本性啊 都是因为邪见 都是因为邪见 见解太多 见着 烦恼着 然后说五酌恶事啊 第一个酌就叫见酌 就是 见解 老子说的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施恶矣 当你心中有一个什么是美好的 你就开始痛苦 你就会发现自己落在不美好的那一边 而且一直都没办法到好他所谓美好 就算到达你会发现 这个不是我要的 所以你像那些女孩子整形啊 美白啊 无休无止的 是不是 无休无止的 当你人生觉得要追求美貌 那就是一条不归路 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美 追求美貌的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美貌 追求财富的人永远觉得自己钱不够 追求健康的人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健康 追求爱情的人永远觉得自己爱的不够 就是这样 所以就烦恼啊 所以本来是在天国的 我们没有感觉 我们怎么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天国呢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烦恼 我们没有办法像小小baby那样手舞足道的 没有办法 那个日子离我们太遥远了 其实我们是身在无极礼天 要看清楚这一点 为什么无极礼天变成五卓恶 是自己造成 自己有一套 要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有这一套 那这一套也都是从外面呢 很多声音 最后最大声的就占据你的脑海 很多声音一直灌进来 最大声的占据你的脑海 虽然他是错的 他也占据你的脑海 就变成你的最主要的观念 然后你就开始烦恼 然后你就开始 不只是烦恼 人一旦烦恼就乱作一通 于是你就有业障 命着啊 你就有很糟糕的命运 你就敞开了你生生世世的 所谓恩怨情仇 六道轮回 都从这里来 根本在这里啊 所以为什么说要 不到之道啊 不言之辩 我们那个心中 自以为是的观念 人生一定要这样 才是最好的 就这种观念 这叫建筑 一定要这样才是好的 你要找出来啊 要找出来 要诚实 不能虚心假意 要找出来 不是用一个新的观念取代它 而是放弃它 放弃它以后 你就回归本性 天父 你就回到天国 天国有什么特色呢 功德无量 天国啊 天国就是功德无量 充满喜乐 充满喜乐 注烟而不满 好像水 灌到大海里边 怎么灌都不会满出来 注烟而不结 你不断地用它 它也不会枯竭 所以叫无量 所以叫功德无量 我们才讲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是什么 就是你 就是你的生命 就是你生存的世界 就是你生存的世界 要功德无量 我没有感觉啊 没有感觉就是因为 天主 就是不过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 突然间就有一种 人生应该要这样才是最好的 然后就永远活在烦恼之中 因为永远到不了位 没办法到位 没办法到位 我应该身高多少 我应该 鼻子多高 眼睛多大 风格多好 成绩多好 应该别人对我 认同尊敬 等等的 有很多观念都这样出来 然后我需要多少钱 我希望我的父母 是什么样的身份 什么样的地位 有很多的你认为的好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是恶一样 你认为的好出现以后 你就活在丑恶之中 所以就 没有办法 完全没办法感受到这种 哇 注焉而不满 着焉而不结的 无量功德 没有办法感受 注焉谁注焉 十方诸佛 不断的灌注 灌顶加持 绝对不会充电 充到爆的 绝对不会 因为不断的在灌顶加持之中 你不断的去运用它 都不会枯竭 应该是这样子 这叫保光 不知其所由来 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拥之不尽的能量 此之为保光 用光用来形容一种能量 天行见君子已自强不息 永远都 一般人最大的痛苦是 我就算有龙华富贵 好 我虽然身体很健康 可是我活得很累 很厌烦 很疲惫 这很多人家 对不对 活着不耐烦 什么叫活着不耐烦 就是耐不住厌烦 人耐不住 活不下去 为什么 累呀 疲惫呀 或者好辛苦 好沉重 每个人脸上都看得到那种沉重 没有力量 这就不同了 不知其所由来 我们心量够 不断的付出 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不断的付出 不断的成全 不断的付出 绝对不会说 我 我 就自己都没办法怎么去救人 你绝对有用不完的能量可以去救人 用不完的功德 用不完的智慧 可以去救人 生命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会担心 有一天我的功德用完了 我的体能用完了 就算你有一天死了 那个能量是不灭的 你会充分的感觉自己 活在无限的光明之中 就要保光 光明无限 但是也不外露 就要保 不外露的光明 就整个生命的感受就是光明 就是快乐 就是感恩 就是奉献 感恩 为什么 住焉而不满 上千的这个 这种佛力的加持 所以老母加灵 先佛住间 无休无始 不是跟你加一下而已 无休无始 然后你也怎么用都用不完 所以就是接受付出 接受付出 永无止境的接纳 永无止境的付出 活的时候做圣贤 死了以后做先佛 要保光 生命的真相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无量光 就是一个无量光 而不是像一般人都活在黑暗里面 社会黑暗 人性黑暗 前途黑暗 就黑暗 没有光明 所以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天国 功德无量 光明无限 功德无量 那你都不用害怕说 我没有能力帮助人 我也没能力帮助自己 错了 注意这个 住焉而不满 酌焉而不解 这两句一定要都在一起 你要不断的付出 你就会不断的接纳 不断付出 不要害怕付出 也不要害怕接纳 哇天恩浩荡 我承受不了 你承受马上付出 马上付出 读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们快乐 我们再把快乐 分享给别人 把福报 分享给别人 我们的心灵有这种 只要你不要 吊在一大堆 邪剑里面 剑拙 不要被一大堆的 烦恼捆绑 剑拙就有烦恼 我们说 哎呀我没有邪剑 你有烦恼就有邪剑 简单的说 你有烦恼就表示 你心中有个 我一定会这样 这样才是对的 就有这种 这种强烈的观念在 就有这个东西在 你要找到这个东西 那是烦恼的原因 真的是这样子啊 人是被这个 贱 所烦恼 不是真的会烦恼 有的人 他有一个见解 认为 我如果很胖 那就不如死了算 烦恼不得 有人胖的不得了 他也无所谓 他没有那种观念 对不对 所以这是见解的问题 有人认为 我一个月如果收入十万块 我就觉得很糟糕 像我哥哥收入二十几万 都觉得很痛苦 痛不欲生 因为他认为 这些人以他的资历 学历 以他的能力 跌入至少要五六十万以上 因为他的同学都是这样子 他们学电脑的博士级的都是这个样 二十几万 痛苦的不得了 那就真的很痛苦 这这都是见解 对不对 这是见解的问题 能够让我们烦恼有我们的见解 去掉以后你就会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 上帝啊 老母娘不会创造了一个这么完美的人类啊 对不对 然后把它丢在臭水沟里面 不会的 对不对 我们人类多完美啊 有什么钻石比眼睛更明亮啊 对不对 有什么东西比你身上任何一个器官更好的 没有 有的话拿来换换看 你愿意交换吗 没有 那你说你一个价值几亿的钻石 你会把它随便丢在水沟里吗 不会的 你一定做一个保侠 甚至一个保险箱把它保护起来 同样情形 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之骄子啊 上天制造就是一个乐园啊 让我们活在里面啊 对不对 你看花花世界什么都有 那我们不知道 我们觉得那个没什么 我眼睛看得到的一切 耳朵听得到一切 山间之明月 江上之清风 花香鸟语 这才是真正的享受 但是我们感受不到那种享受 我们要的都是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所以说要感受到生命的一种 无量的功德 无限的光明 无限的光明 这叫保光 如果你还是那种观念 哎呀 还是想来想去还是多一点钱 那你就完全没办法体会掉了 什么叫做功德 什么叫做光明 没办法体会 叫向父母亲给小孩子 很好的照顾和教育 但是小孩子说 我不稀罕这些 我要的是安非他命 就这样讲 他上瘾啊 他要是安非他命 我们觉得他很可笑 实际上我们人也是中这个毒 我们中的毒就是 我要多一点钱 简单的说 最实在的 我用不到那么多钱 但是我要那么多钱 我觉得现在人都是这样 他整天想要就怎么样多一点钱 他最关心的是这个事情 所以没办法了解 什么叫天国 也没办法了解 什么叫保光 没办法了解 我们不是保光的道心吗 那保光呢 了解保光是什么 上天赐给我们的 绝对不是金钱 是功德 功德跟金钱是两回事 功德是可以救人的 可以消灾的 可以消灾的 钱可以消灾吗 不可以消灾的 对不对 只有听说过 破财消灾 对不对 没有听说过钱可以消灾 财越少 债越少 我们不在这个功德 不只可以消自己的灾 还可以消众生的灾 这就是功德 功德的特质 就是可以消灾 有病治病 遇难救难 遇灾除烟 就这么严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功德 神明才做得到 我们都做得到 不管是自己的难 或者别人的灾 遇难救难 遇灾除烟 故习者谣问顺曰 我欲罚 中快虚敖 难面而不适然 其故何也 那个谣啊 他问他的接班人顺 说啊 我想要去征伐 中快虚敖 这三个国家 这三个小国家呢 就是背叛朝廷 然后呢 反道败德 不作非为 所以我要去征伐他们 好 这个应该是 最正确的观念 对不对 最正确的观念 我们刚才讲 那观念是追求享受 那当然应该除掉了 但是你当一个国王 当一个皇帝 你要去 打击魔鬼 简单的说 你要去打击魔鬼 惩恶扬善 这个难道错吗 应该是对的了 对这个 有什么不对的呢 我欲罚中快虚敖 难面而不适然 我要去 征伐这些混蛋啊 就好像 这个美国要去 征伐伊拉克 不要解救这些 伊拉克的人民 不要受到暴政的凝虐 但还没有去做啊 难免而不适难 然后我 每天早上 上朝的时候 向着南方 面对这些 文武百官 一切百姓的时候 我心中很忧愁啊 没办法释怀 我要去做这件好事 我只要一想到 我心里就很忧闷 没办法释怀 而不释然 心 好像被束缚住了 没办法解脱的意思 那就表示 这是错误的事情啊 为什么呢 这明明是正确的事啊 那三个暴君 在虐待这些 可怜的百姓啊 那我也有能力 去把他们干掉啊 就要美国有能力 去把这个海珊 抓起来一样 对 我有能力的 我可以做这件好事啊 当然美国可能 还有他的经济利益啦 石油啦 等等这些 邪见在里面啦 私心在里面 但是谣是没有的 他纯粹只是要去 把这些魔头 去除掉 然后解救这些老百姓的 这是一个 大人大义的事情啊 为什么我心里 这么不愉快 为什么 难免而不是 难道我错了吗 为什么缘故呢 所以这是 衔接这个宝光来的 啊 那个宝光来的 他说服三子者 由存服 彭爱之间啊 他说这三个 三子啊 就是 中快需要 三子就是说 这三个国家的 暴君啊 啊 坏国王 由存乎 彭爱之间 他们就好像在 草丛里面 飞来飞去的 昆虫一样啊 啊 回来飞去的昆虫一样 不堪一己的 一捏就死了 存乎彭爱之间 绝对不是说 你会去打败 打输他们的 绝对不会的 战争是一定会赢的 但是就算这些昆虫 上天还是要保护他们的 而不是去杀死他们 对不对 不是去杀死他们 你是不相信 自己有这个德性啊 可以感化他们 这很多人会这样想啊 哎呀 我 我对于这些坏人 我一定要去惩治他 或者我小孩子 小孩子不乖 我一定要怎么样 严厉管教他 那没有错啊 严厉管教 也不能说是错的 心里不适然啊 哪一个当父母 今天没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我对小孩子 基于爱心 又打又骂 但是我心里好 好不舒服 对不对 难面也不适然 好痛苦 好不舒服 我做错了吗 没有做错啊 为什么那么痛苦呢 没有用对方法 没有用对方法 对不对 会发生很多的后遗症 暴力只会创造更多的暴力 你像美国觉得 大海山杀掉就好了 那是一切的货源啊 现在伊拉克死人更多 对不对 乱子更大 皮肉越捅越大 仇恨只能增加仇恨 暴力只能增加暴力 这是千古定律 圣经里面讲 暴力不能消灭暴力 能增加暴力而已 所以顺就讲啊 习者时日并出 万物皆走 何况得知 敬夫日者乎 他意思就是说啊 这些人是活在黑暗里面的 你不需要去攻打他们 你只要把这个光芒啊 道德的光芒 射到他们的照射进去啊 他自然就 黑暗就瓦解了 黑暗不需要打击 打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你一个黑暗的房间 你怎么打他 他还是黑暗的 你点亮灯打 点亮他就 他就黑暗就消失啊 阳光射进去啊 黑暗就消失 黑暗不是用这种方式 用暴力可以消灭 黑暗的心灵 就是要光明的心灵 来照耀 你父母心 如果心地够光明 小孩子一定光明的 不需要你去打骂 不需要打骂 就怕你自己心地不够光明 然后看到小孩子做坏事啊 说谎啊等等 心里好痛苦啊 要管他 没有用的啦 因为你自己心里就不光明 又暗面太多了 太多了 不是不像小孩子那样子 这么直接的表达出来 像后学那边有一个道经 高中老师 他就说他看到了小孩 他的儿子 他气得不得了 他最气的就是 他的那种言语行为啊 充分的 他说充分的把我内心 隐藏在深处的邪恶 都表现出来了 他讲我要怎么自私 我要怎么享受 我要怎么样不顾一切 他说其实 其实这个道经说 我心里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不敢讲出来 我压抑在内心 身处的魔鬼 都在小孩子身上展现出来 我也没这样交叉 他为什么会呢 要以心应心啊 很可怕的 你什么样的心 小孩子就会展现出来 同样当一个国王也是一样 当一个领导者也是一样 你先当个总统 你心里只想A钱 老百姓就只想A钱 很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上行下效 所以说呢 他说以前 十字并出 说以前有十个太阳 当然这是神话了 后来说后裔把它射掉九个 这是神话 其实这个十字啊 讲的是什么 是一个神话预言 讲的就是 十字街头 一点真太阳 讲的是说 贤君出来的时候 真正一点真太阳 不是光用那个太阳光来照 万物皆照 灰龙在天 万物皆照 真正那种 心灵的光明 整个释放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众生的心啊 都会受到感动 都会受到感动 所以说 万物皆照 何况得之近乎日则乎 何况 你是圣王啊 你的道德呢 是超过太阳 是真太阳 不是假太阳 不是有形有相的太阳 是无形无相的太阳 要保光啊 心性的光明 心性的光明 不是一句空话 心性的光明 是可以让黑暗的心灵啊 重新放光 能够感动人心的 能够让人啊 不发一言 就可以怎么样 自动去恶向善 真正大德者是这样子啊 你只要靠近他 你心中的邪恶就 就消失了 黑暗的房间 只要靠近太阳 是不是 黑暗就消失 太阳也没有说 要求你消失 没有办法 明暗不两立的 心灵的光明 到那个强度 到那个纯度的时候 我们的黑暗的心灵 靠近大德者的时候 你心中的恐惧 愤怒 计较 自私 嫉妒 所有的坏东西就消失了 不言之教 不为之话 你不用去 啰里啰嗦 你也不用去 言管言教 不需要 他坏不起来了 坏不起来了 这就是顺对 谣的 劝谏 不要去征伐他 你要得够的话 他没有感化 表示你的得不够 你的得够的话呢 不争自化 不用去征服他 不争自服 不用去征他 他自然就服了 所以你看我们做人有那么难吗 不言之辩 不道之道 把你心中的那种 哇 我一定会这样 不管你要什么 不管你是要的是成功 还是财富 还是梦想的实现 我一定会这样 把那个东西 一放下以后 豁然开朗 无所住 无所住而生其心 豁然开朗 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不只说可以消灾解恶 消灾祈福 对啊 住焉而不满 着焉而不解 消灾祈福 而且呢 还可以 敢化邪恶 化暴力为祥和 化妖孽为真详 用化的 不是用管教的 不是用征服的 用化的 多轻松啊 不用整天用心机 我怎么样去说 怎么样去弄 怎么样去扭 怎么把他扭过来 怎么样用教条 用制度 用什么 用一大堆方法 不需要 成心保守就好了 你成心保守 他就实心忏悔 简单的说 都根本不用言语 这但是我们问题 就是没办法成心保守 就被一大堆的 邪剑啊 占据你的脑海 指挥你 告诉你 你一定要这样 我们一天到晚在指挥 用对一些魔鬼的邪剑 在指挥我们 都不是与生俱来 都在生命中 每一个 中邪了 简单的说 每个人都中邪了 那卡就阴 阴的卡在那里 在那边指挥你 要去赚钱啦 要去成功啦 要去追求梦想啦 自家宝藏不顾 这几家的宝藏都看不到 什么是自家宝藏 天府保光 这是自家宝藏 功德无量 光明无限 这是自家宝藏 这就真的是好像 那种坏人 在一直跟你讲说 你父母亲多不好 多不好 你跟我来混帮派 我们帮派有多少好处 就像这样 就像那个波良帮派 在吸收那些 赛喊 吸收那些 阴啊